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友邦 美东时间11号过境纽约 与台湾友邦驻联合国官员见面 11国友邦代表全数到场力挺 表达台湾不应被国际社会拒于门外 总统致辞时也强调 台湾2300万人民有权利参与国际事务 不应受任何政治前提干扰 也感谢友邦为台湾发声 台湾是非尽管和无法接受 这次会面 巴拉圭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雅里·欧拉 特别致贈蔡总统独照给本尊 成为这次酒会有趣的亮点之一 十七友邦代表也在酒会上 齐声支持台湾 参与联合国 世界卫生大会 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 贝里斯助联合国长代杨恩 不只力挺台湾 也对首次与蔡总统见面 留下深刻印象 她非常不承认 非常放鬆 让你感到舒服 这是一个真正的领导 在这一天和时期 他们在抗争取权益 抗争取权益 抗争取权益 那你会有一个国家 正在我们抗争取权益 我们在抗争取权益 我们在抗争取权益 这怎么可惊讶 我曾经允认 圣文森驻联合国长代金恩 则是很兴奋蔡总统即将到访 圣文森独立近四十年来 珍惜并视台湾为重要伙伴 被问及中国是否施压 圣文森与台湾断交 金恩表示 圣文森虽然是小国 但不屈服于压力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 一个国家的总统 她是23万人的总统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非常不承认 非常放鬆 让你感到舒服 这是一个真正的领导 所以这是一个厉害 我非常感激 盛文森总理拱下福 曾提出一中文明说法 意志中华文明底下 有不同政治实体 台湾是其中之一 而圣文森选择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 谢谢 佩今天 谢谢 谢谢 اذ